大學的時候是主修哲學 然後再來這個戰鬥營之前 我有做過不動產還有銀行的系統分析師 但是一直沒有真正的算是進入到軟體工程這個領域 當時其實是透過家人的介紹 然後我在銀隊的網站上看到他的師資還有課程 重點是他完全不收任何費用 那我覺得從這些點裡面可以感受到行動發起者 他對於整個計畫的一個初衷跟理念 最大的特色應該是每一位學員他對於學習這件事情的投入 就是說我那一屆大概有兩個班 那一班是20個人 我有時候6日來的時候來教室自習 也會遇到其他來自習的同學 其實就可以發現每個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人 他對於城市的見解都有他獨到的看法 比如說數理背景的同學可能就對於演算法 還有像是複雜度一些比較數學性的東西 他就很有感覺 如果是語言能力比較強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從國外的網站上找到很多 輔助的學習性的資源 然後分享給大家 但是每個人對於這一件事情都是投入了相當大的熱情跟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大的特色 我現在的工作其實當時是透過Cmoney後來的媒合所找到的 我現在主要是在心理系統擔任軟體工程師 我覺得在就業的時候最主要的困難就是要怎麼去解釋這6個月的時間 我們具體到底做了什麼 那我覺得營運團隊本身也有了解到這一點 他們對於兩次的專題作品都要求有詳盡的文件的介紹 有影片的錄影 手機APP的話也會提供上架下載去試用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很大程度讓面試官去了解我們這6個月所學習到的內容 還有我們所具備的能力是不是足以應付工作上的需要 我覺得第一步是讓自己去更多的了解軟體工程師工作的本質 是不是適合自己 那最後因為我看到現在很多的科技發展都越來越傾向於軟體的科技 所以我就決定來嘗試軟體工程的道路 回想起來戰鬥營的訓練它對於我在軟體工程的了解上是有非常好的基礎 我覺得這對於我在工作上目前是很有幫助的 我最後也蠻感謝我自己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所以我會推薦如果說有想來學習的學員 就給自己一次機會看看這個正在改變世界的技術 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不是值得去做為人生的職業